女士第一次来看的时候会做个评估 例如有什么会影响到成功率 例如年纪、卵巢的排卵能力、打针之后的反应 那些可能个别都有些分别 在旌旗的第二天,我们会打针给妥妥的太太 每天打针去催谷排卵的能力 打完大约十日针之后就可能会有十多粒卵子 唯一可能有风险要面对的就是取卵的过程 取卵的过程是需要做一个轻微的麻醉 然后就用超声波去看看卵子在哪里 然后拿针去抽出来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周期可以制造到大约十至十几粒卵子 可能过程只需要大约二十至三十分钟 不过大部分人的过程都需要大约两个星期之内就完成了 一般来说过程里面不会太高风险或有什么大的不舒服 其实女士每个月排卵都会有些害蒙的变化 所以就算一般人排卵排一粒也好 某些人会感觉到胸胀或肚胀 排卵时有点不舒服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排一粒有这些轻微的反应 当你排十几粒的反应就会大了 所以这些感觉其实都是过度性 大部分人取完卵子大约几天之后 这些不舒服的反应就已经过去了 始终来说抽卵子是一个入侵性的手术 虽然我们说大部分的情况都没有问题 所以理论上会有流血的风险 会有发炎的风险 甚至说卵茶会不会有流血 里面会有扭转的风险 这些其实都是风险 当然这个风险就很低 我们说的是九百一千分之一的风险 做手术之前也打定了抗生素 是防止发炎 所以其实出时的机会就相当之低 做完手术就不用留院 可以休息够了之后 其实稳定血压 我们观察了几个小时可以回家 我们都会建议 头一日或头几天都要观察着正常的生活 例如吃东西、去洗手间、走、睡、睡、甚至上班 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你说削烈的运动 甚至性行为那些就最好不好 但当然回到家 你说护占有点啡色的 这些有时候是不免的 但是如果你说流血持续 或者有什么不舒服的话 就会即时找回医生 就会即时找回医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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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